哥吉拉迷快放入口袋名单 位于日本兵库县弹陆岛公园内的动画主题乐园二次元之森 Nediction Warrior日前宣布哥吉拉国务馆于8月8日到8月31日开幕 虽然大家最期待的等比例120米模型因受到COVID-19的影响暂时还没完工 但相关周边商品甚至是哥吉拉限定餐点都可以在抢先营运的国务馆看到 哥吉拉国务馆隶属于国立哥吉拉弹陆岛研究中心主题园区 原本整个园区预定于2020年夏季开放 但因为受到COVID-19影响 导致主体建筑附120米高的哥吉拉户外模型施工延期 原邦也决定先开放国务馆部分抚慰哥吉拉迷的心 在这次开放的国务馆展厅里 民众将可见到经典电影场景东径SOS正宗哥吉拉的完整重现 还有拍摄时的电影道具怪兽模型等 而整座园区最受瞩目的哥吉拉户外等比例模型目前仍在施工中 但相信也很快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 正是完工后的哥吉拉口中会吐出蓝色光线 让游客们可以拍下被光束照到的瞬间 Tiller不止如此 还是有超长溜索可以让大家滑进哥吉拉的大嘴巴 啊 看起来就超好玩的 贴心的原方还专程为11岁以下的儿童设置了手作工作坊课程 让小朋友享受动手做得乐趣 玩累了也有哥吉拉造型的青食和咖喱饭可以享用 相信大家在开吃之前手机就先吃饱了吧 饭手里当然也是哥吉拉你不能错过的 像这次推出的饮料杯造型就超酷炫的Tiller 先来看看前导影片吧 左中括号 右中括号 开设期间2020年8月8日到2020年8月31日 营业时间10点到18点 最后入场时间17点 合作餐点提供时间 more notarisu11点到20点 最后点餐时间19点30分 入场费大人一 000日元 小孩800日元 虽然现在还不能玩到哥吉拉溜索 但是光是哥吉拉博物馆和周边商品就已经够疗愈了Till的喜欢哥吉拉的朋友 千万不能错过啊 延伸阅阅读来源 我记得还把 Honestly 感谢观看